在内政部营建署长等来宾共同见证下 金融市长开心的举起奖杯 这是2021国家卓越建设奖颁奖典礼现场 金融市政府今年一举拿下四项大奖 包括都市发展处推动的金融三海城串联再造计划 夺下规划设计类首奖 才发展处的旺海巷景观桥工程 获得最佳规划设计类金子奖 另外文化局以教官圈设计要塞司令部官邸 这两处司令古迹修复工程 拿下最佳环境文化类金子奖 公务处的七土区实践路19及21号桥改建工程 则获得施工品质优质奖 牛昌特别感谢来自全国的优秀规划设计人才 参与金融城市改造 协助金融这一座城市成功蜕变 今年金融市有四个奖项获奖 我想这是对我们金融市整个公共建设 还有城市环境有很大的一个肯定跟鼓励 其实这几年大家发现金融市有很大的一个 蜕变跟进步 其实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有 包括规划还有建筑以及景观 所有全国很优秀的这些设计师们来参与的金融城市改造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些奖项 从包括整个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以及包括我们的四港再生计划等等 在最近这四五年的期间 其实我们不断的一个得奖 那并且把这些规划跟设计的构想 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 那所以我想今天这么多的一个奖项获奖 我想我们会继续跟台湾优秀的专业者来合作 然后在金融的这个城市的场域 继续实践我们的理想 因为治理金融的表现有目共睹 外界也好奇林游昌与新竹市长林志坚 及屏东县长潘茫安等表现优秀的民进党县市长下一步 对此林游昌强调 现阶段仍以金融市政为优先 努力实现对金融市民的承诺 我跟这间市长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 把我们担任市长的一个工作把它做好 把城市的环境把它营造好 我相信这是我们对市民的一个承诺 也是所有政治工作者大家的一个初衷 我们只是做到自己的本分而已 市长有想问一下赛呼的故事 是陆格还是市长 其实我想大家都多虑了 我们的身份角色还是市长 我会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 把这份工作把它做好 至于其他的事情 不去多做猜测 也不去多做想 做好本分比较重要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